如何预防疏尿管结石 时间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泌尿外科 主任医师 直接产生在疏尿管里面这种结石 是极为少见的 我们在临床上遇到的疏尿管结石 实际上它都是肾脏的结石 从肾里面排了出来 进到疏尿管里面 形成的疏尿管结石 当然疏尿管结石 它症状是很典型的 肾脚痛 尿液中出现白细胞红细胞这些 那么至于说预防疏尿管结石 实际上更确切的说法 应该是怎么样预防肾结石 不长肾结石了 从哪里能掉到疏尿管里呢 它就没有了 那么预防肾结石 主要是包括两个大方面 第一个就是 要降低尿液中的溶脂的浓度 那么它的浓度比较高的时候 就容易吸出来 形成结晶 产生结石 那怎么办 我们要多喝水 那多喝水到什么程度算多了呢 就是我们要每次排尿的时候 我们看尿液的颜色 是比较淡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特异性的结石 比如说痛风的病人 女性的长期的反复出现感染 这样的病人 两大类 一个是喝水 一个是特异性的疾病 要专门的控制 这样才能够把结石 彻底控制好 我们要多喝水 喝到我们要每次排尿的时候 我们看尿液的颜色 是比较淡的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特异性的结石 痛风的病人 女性的长期的反复出现感染 要专门的控制 这样才能够把结石彻底控制好